我們臺大也有相關的人類學博物館 是符合考古發掘的這個點長空間的要線的 那第二個我們說明這個發掘的地點 這剛提到在水源校區 就如各位現在所看到的那個草棋的那個地方 大概有就成垂直的這兩個這兩塊草棋 那這兩塊草棋的地下埋場 其實是根據201年的發掘結果是不一樣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是歷史區 有一個是史前區 那這個史前區大概有200多平方公尺 這一個是下面是還有考古遺物 不過東西是比較有靈性 不過是有考古遺物 那如果根據法規這邊要未來有什麼功能 當然是要申請考古發掘 所以才會有新建考古發掘的申請 那另外歷史區 各位所看到比較紅色的那個歷史區 下面是有一些年代比較晚靜的 大概就是二戰前後那個時代的一些比較晚靜的建築 那因為是校園裡面 我們對這方面也比較謹慎 所以一遍也提出來說 這個地方我們未來要怎麼樣的 好 那上次在初審的時候提到說 我們這個想要了解一下我們201年的發掘 這個就是普通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所謂文化層 那個就是考古的 還有一些考古遺物的地層 那左下角那個圖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磚塊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時候才有一些比較晚靜的 歷史區的東西 那考古遺物埋藏區是還有一些文化層 所以這些必須依法來申請發掘 那這個也是一樣當時的探坑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有這個文化層的存在 下一個 那這個是歷史區的 這看起來就是比較明顯 大概是過去建築物的那個基角 基座那一類的東西 那有磚塊 和混凝土類的東西 那上面也有一些擾動的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還是有文化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要發掘 又發掘的那個具體度 所以他在看到上面那個圖也是有這個擾亂的情形 那這當時出圖的考古遺物 在年代上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考古遺物成為十三行文化 在距今大概一千多年到幾百年間的 那右邊就是歷史的專造結構 好 下一段 那這個是我們查的一些文件 在這邊附近的確也有一些考古遺址的存在 詳細還請大家參閱那個報告公司 查一下 那發掘的目的就是 這因為是一個校園 未來有所謂9月27研究大部分的新建工程 所以在工程前 希望可以先把地下的文化資產 那期限申請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 我們現在今年在發掘的方面可以把它完成一下 那這個是經費的來源 完全就是台大自己自從的經費 那主要還是就是在發掘方面的 這個也有在新修訂的報告裡面請大家參考 好 那接下來想要預計發掘位置跟面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史前區的部分 這個就用傳統考古學這個學術上的發掘方法 那先佈置探坑 然後再一層一層的往下發掘 那至於歷史區的部分 因為這個過去發掘是沒有考古遺物比較早的 是沒有 都是比較晚進 所以我們會用挖土機做一條一條碳溝的碳測 那有領格三公尺 那地下有東西的話 我們就改能力 改有功能下去 跟考古能力下去做這個 留下來移構的這個處理 那再發掘方法就是看一下 那發掘方法剛剛提到就是 就是學術性這個考古 照考古的規定 那當然考古規定 未來重要的是發掘報告 依法一年內提出圖 資料清色三年內提發掘報告 我們就遇到這個研究欄中的研究 那這個不是延續性發掘 是一次完成 那過去剛提到有發掘成期 那已經完成了 那出圖遺物保管 這依法規當然是聽從文化主管機關的指示 不過在還沒有這個明確的指示前 暫時就被放在台大來處理 那這個是上次各位委員給我們的 的建議 那有做回復 那主要是必須要有土地使用同意書 這個我們用公文 已經公文來這邊 提供這個土地同意書 台大發掘的土地同意書 那另外相關的 例如視覺區過去的成果 等等還有一些錯誤 我們已經在新的這個報告裡面 補修立體 下一張 那這個也是上次委員給我們意見 那回復也都在報告裡面 請參與 請來 這個也是 好 下一張 好 謝謝大家 好 全都謝謝 我會有寫要補充 沒有 這邊 跟主席報告 之前的審查委員 趙金勇委員跟邱鴻委員 也有在現場 好看 還有一張 這邊的調查 跟主席多二委員 照樣說明一下 因為這樣看起來 對於之前審查的一些意見 先期審查意見 都已經做了相當的補充 那大起早以後 無限代的 我們是法理的情況規定 那只是說新的文字法修訂的辦法 其實在特地表案 在這說明的其中的精神 雖然這個不是屬於這種表案的性質 你的精神是希望 必須要能夠保留 一定的後續整理的 這個費用在情深裡面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這個 這個產物規劃 那我是 我是 認為這個稍微少了 然後希望將來 將來其他方面能夠對於 也許說開花前的工程經費 這個部分能夠 會比較省的話 可以把這個錢 謀做 後續可能的 一個 出土遺物遺跡的遺地保存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處置方式 就是現場的一些規劃 那這一點是希望 我們聽到提醒你 臺大校方這一點能夠稍微 能夠寫到一些比較多的方案出來 那以上就補充謝謝 好 謝謝 好主席 好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他這個補充已經依君第一次我們提出的意見 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一個修訂也符合文治法的規定 上一次的一個討論裡面比較重要的恐怕就是歷史時期 戰前戰後如果出現一些遺構的時候 應當怎麼樣處理 那在上一次的會議當中 王慧君老師也提供了一些建議 我想這樣是非常可惜的 我覺得這個案子目前是沒有問題的 好 謝謝 因為這個經費編列的關係 所以目前這個經費是到年底 然後主要就是把它發覺完 可是我們知道這種發覺必須要在一年內 還要另外再提出 整理出主務的情感 三年內還要發覺報告 所以學校未來是有 在今年結束以後會再繼續編列經費 來處理這些處理 好 謝謝 我們問到這個案子 這樣的一個這個完結的情況 有擔心 那個 挖掘計畫應該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建議職業教授 幫我們標一下那個二期工程的範圍 所以從頭到尾看到這個範圍 是不會叫得出來 在我們的圖面照表 可以看到二期工程範圍 我們那個二期工程的範圍 就是草地的務官是作為一下停車場的 然後死賢區還有那個生化大樓 就是要蓋動二期工程範圍 好 其他委員會建議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照來報告 好 謝謝 我們下一個案子 詹林安倫五 阿伯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一二一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詹林安倫五 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一二一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按由彭立北路二段12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提行審議 依據文資法第178條 辦理情形 我目前建築物作學人陳寗美寗 未辦理跟林地合必開發的事宜 依據本局106年4月21號的函 檢舉申請表向本局 申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借故墮落土地是在 北大鴻一中年段三小段 八五五一號一筆土地 土地所有學人是土地銀行 那建物件號是中年段三小段 五七四建號 所有學人是陳寗美寗 那本局在106年6月5號 邀請薛群委員是本格小組專案找集人 然後還有民附國委員蔡元朗委員 邱書英委員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那當天的會議結論是因為沒有公事 所以將需要文資委員委員在行辦 本局在繼續在106年6月28 邀請李前郎委員 王慧君委員 張根正委員 詹天賢委員 跟蘇黎明委員 召開第二次的會刊 所以他的結論是 經理委員綜合討論 本案意見後續將一 文資法相關規定去送 文日審議會審議參考 好 會記錄請參議院委員首次的意料 那針對專案小組的委員 只意見再要如下 第一點 類似建築物量室 均興建於美國40年代 為證後重慶北陸一代常見的 第二部形式及立面類型 那規模有單床雙病跟多床單病連者 那本棟建築物僅為單床又改變甚多 不建議保存 那第二點 本建築內部已經經過加建改建 外牆材料已改變 僅留有兩根希臘古墊立柱 為戰後方模常見的模式形式 這個樣式在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建物期機會普遍 第三點 立面坊羅馬時期的負荷室 住址人現化保留 那女兒牆及屋簷出掉部分 簡單線條中是一人保持原樣 這是目前的基地形組 所以這個基地是有點狹長型的 那這是建築物目前的外觀 建物立面 那這是那個立面的細部 就是外面那個柱頭的部分 大線這個是目前建物一樓內部的現況 已經改變甚多 到甚至二樓的那個地面也開得動 就是一樓的內部 那這是二三樓內部的現況 就是這個就是臨界界面的那個部分 那這是四樓夾蓋的部分 夾蓋的現況 然後這是其樓的部分 其樓的那個變化也是有改變 那針對這個案子的文化資產明後報告 那這個建物的基本的資料建造年代 只大約在明後四十三年 那主要建材是加強專照 那建築物大概是三層樓的層數 那建物總面積是268.17平方公司 那建物概況是這個建物由現任的屋主 在明國九十四年滿來購入 那購入前已經有超過十年無人居住 那屋主也因為房屋的安全問題 也進行翻修 那之前也將一樓出租為那個中立診所 然後二樓以上作為住宅使用 直到明國零四年七月那個中立診所搬出 然後登記為自由住宅 那目前所有權人沒有保存意願 然後並歸化於零房共通拆除改建 那有關價值分析的部分 那本案辦兩次會攤 一次會攤的時候 有兩位委員建議保存價值 兩位委員建議去保存價值 然後但因為未打共事 所以辦理第二次會攤 那第二次會攤 既有五位委員出席 建建議不具保存價值 那有關這個文化資產價值的建議是 未見其他重要歷史資訊 一位具備突出的歷史價值 建議不保存 那你辦本案您請同意 依兩次會攤委員建議 就是大同需重新北入二樓一二一號 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不及不耽誤自己檢註一下 好 又要自從多美窗 有沒有 我們那個有 說一個人在 請 有在現場 陳定瑞跟陳友昆 這個房子基本上已經 多人不堪 不堪使用了 難得我們有建築公司能夠給我們參議改建的 反正這個房子現在我們自己也沒辦法注意 也注意人家人家也不要 整個漏水嚴重 希望各位委員能夠給我們一個機會能夠改建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的說明 辦理情形 第一 看中就是說 建物所有人 陳友昇 他申請 這個付化資產 他沒有要保存 他自己申請 說明一下 因為他是 就是那個 人家算是建管的會辦案件 然後我們發現他是列冊建物 所以我們就建議說 所有群人必須要依照程序來辦理 文化資產的審查程序 怎麼變成列冊 他是不是有建物 早期 他因為我們有 過90幾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批列冊建物的名單 然後是我們當時的列冊建物 當時列冊是怎麼被列冊 列冊部長 我要說明一下 在榮寧臺當局長的時間代 大概有很多六校 大概做一個全面性的清查 還有這一些禮單 那時候就叫列冊 但現在不應該叫列冊 應該就是一個列款 就是在猜之前 營料會文化資產的限定 這是當年的背景 那我就這次我的會 再補充一下 因為第一個 這個案子不在大造廠政府辦費 所以沒有任何文資的時候 大概就覺得可以猜了 沒有保存的機會 那第二個大概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重慶北陸跟田平北陸這邊 大概房子的特性 不太一樣 那應該是更新 更寬大 那當然我會建議 這個進入文化資產的地面的保存 大概主要的原因 大概就是不處理 大概就是重慶北陸 大概是全新的 沒有任何可以有這個 即使當年蓋了載鍋 蓋了載補片等等 大概都沒有民國四十幾年的狀況 大概都沒有了 可以這樣來講 所以有機會應該還是要走一趟 重慶北陸對待 到了第三點 大概如果 萬一這個等一下的結論就是不保存了 但是我還是建議一下 就是我們還有個另外的手段 就是意象保留 就是做個撤會 就是開發單位要做個撤會 就針對這個 就是做得相關的意象 這是我們在累世代過去都曾做的事情 就是大概保留一下遺憲的歷史 這樣 大家先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你們可以 站在這邊看你們有什麼資訊 多發協同一位 可以 如果沒有遺憲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 可以按照一半的事項 但是把這個剛才立委員的建議 把事故的放到 這個結論 原則上就是說 不是變回這個無極利劍 但是要不要加入這個 上來講的下關的社會 影響的關係 那今天主要是他那個 要不要解列 應該是這樣 比較正確的 那送過來就是 如果做成的決議是不保存的話 原則就是同意解列 那解列以後 他那個附帶彈出都會 進入他那個設計審議的部分 裡面去要求 對 因為你已經不給他身份 所以就不會在文字的這個部分 再做處理 沒錯 對 那就是我們附帶書 但是將來我們會通知 因為這個讀法局生意的時候 要處理 對 對 這樣可以 還是這樣 我把民委員的意見 付在我們這個結論的 這個 就是解除列管 但是 這個文字的立場 付加加上加民的意見 結論的話 好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 我們現在就這樣 好 其他還沒有 來 審議案3 那個 昆蟲部跟昆蟲館的兩個 指定離遊籍 法令依據部罩委員 有了其他補充意見 如果沒有可能就要確定 是 農業試驗所 而且前身是台北農事試驗場 是挺不對的 因為 現在的台北農事試驗場 其實不是在這個位置 它其實 就是 已經要被 就是 被線設置出境之後 然後 重新把台中台南 跟台北的農事試驗場 然後 都要廢除 然後重新設一個農事試驗場 然後找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前身並不是 所以內部可能要改成 它原來的名稱叫做 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所以 如果要寫的話 就是說 它原為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然後 昆蟲部的金色建築 代表當時在 農業上昆蟲研究的重要性 然後 同時本建物是 農事所現存的重要建築 建設台灣農業研究 及農作物並總開房地發展 然後 第二關於建築的叔叔 它是一層專造 然後平面是很維持性 然後說外有鑽狗屁啦 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說 改成外有鑽狗屁啦 然後 通風扣絲在金花的面積就是 內部天花有通風臭 然後有大面積的上下椎 通風採光家 唯一日出其中央代表性 就是法改 比較簡單易懂啊 然後 還有一個問題 你不是那個昆蟲館 它應該是在 現在昆蟲館一定有寫在 昆蟲部西側 所以這個在確認看看 就是昆蟲館一定有的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範圍的部分 就是剛才這個範圍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現在其實是點個 兩種間 所以其實要做昆蟲就太難 所以 那個 因為之後它會變成兩個不同的補給 所以 原來 它是因為 在昆蟲部的研究人員 常常也是昆蟲系的教授 所以呢 就後來就設了一個棟 它兩個也在一起 可是後來呢 它就分屬不同的單位 然後以後它也分屬不同的單位 所以 所以可能將來 就是指定的手人 還是分屬兩個補給製作 然後 中間 不要包括那個走廊 可能在管理上 會比較容易 所以它不是當初 它並不是原來的那個走廊 所以它應該是用 工作在很少的單位 好 以上補給我們 對嗎 反正我們卸下來 要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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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所以有關剛剛米老師所建議的那個測會的部分 其實在杜發主義 它直接就是請建造 所以可能還會變成是說 那個審議的機制到底誰來確定那個測會報告那件事情 要確認一下 網民都是吳馬群的意思 有一個做法是 他們有建築師有已經找到建築師嗎 其實在拆除之前的拆照 執行之前要先做測會 可以要求建築師在那裡先做嗎 執行這個 所以它下一個問題是說 它測會好了之後 誰誰誰 誰說這個測會報告是OK的 對 它的問題在這裡 對於我們 社會報告 給我們 給我們 可是那個建管會 我們會 通知它要完成這個裁判 建管會配合 那是不是我請教一下 因為我是設計建築師 那是不是我們社會報告 然後交給建管座有信 我們都在轉圈外 這樣子 你社會報告給我們 然後你去 我們會發完給建管座 我們拿到的時候 才會讓它發給你們 所以你社會報告給我們 那副等給建管座就好 他就會知道 社會報告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 拿到你社會報告以後 會通知建管 我這個程序 沒有標題 其實這個 我剛才跟明老師講的 其實淡書有問題 有一點問題 有一點問題 對 現在其實它解列的標準 整體上 就是不負整個 節列跟我們就拿它沒辦法 所以你就不要再一個什麼單獨料料的山蟲 前面就沒有了 對 但是原則上那個車位報告給我們 這張圖片還是照片 其實上座的報告給我們 真的沒有報告給我們 好 沒關係 這個節列的程序 後續可以做什麼東西 把它提起 因為如果說還有列車這麼多 未來事情不怪的狀況 就能把它提起 下次或是你提供必要的時候 你會提供一下 這個案子就先照顧發生來做 因為反正沒有其他的確認的規定 好不好 好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今天會是開的地方 謝謝大家 王主席 王主席 一個民事公立 主席 各位委員 包括我們的眾局長 那首先我要在這裡代表 政府謝謝我們議事長 今天邏輯到了軍門 然後在他的正式活動以外 他也跟我們陳縣長們 一個建議就是 他可以實行金門縣 也能夠有一個友好協力的一個 城市 這樣做 然後再想一下交流 我在想因為今天是 副市長所持的會議 是不是可以建議 我們這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就來提供這個 從此可以到金門區開會 我已經提過了 但是副市長沒有特別把遺彩 這次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一起到這個金門區 最主要是可以 除了 讓我們委員們 了解一下金門以外 也可以給我們的金門 在文化資產的保存 修复 還有在另外一方面 給我們好好記錄 因為 大概全台灣最密度 古蹟密度最高的地方 是在金門 那個古蹟密度高 它不是一般的古蹟密度高 但是很多古蹟都沒有被指定的情況下 古蹟密度高 所以可以到這邊去用更多的指導 這是我在這邊代表金門縣政府 提出來這個請求也是一個邀請 以上簡單的報告 謝謝 好 就是說 沒有回憶 開手就好了 這個雙城市的交流 對啦 就是說 台北市跟金門 建立一個友誼城市的關係 我想這是我們大樂見 我們從這個文字會的業務開始 開始要怎麼來規劃跟金門的文字會 來做交流或一次一次去考察 或開會都可以 好不好 我想這個請這個 如果大家委員都不管這個的話 我們請文化局來做規劃 這個規劃可要在議會之前 今天議會之前 好不好 這個非常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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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